Hello 大家好 9月27日有很多組試集 在重化有兩組 先和大家看重化兩組集 香港有12組 稍後再看吧 Facebook群開回了 馬忌仙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開回了 歡迎大家加入 另外亦有一個WeChat賽馬群 有職場群和拆局群 所有資料在Facebook都找到 另外我在香港或世界各地引入的馬 我在Facebook都有一個群 除了在HongKongBloodstock.com之外 在Facebook亦有一個 HongKongBloodstock的項目 歡迎大家去找找 另外歡迎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訂閱和按LIKE 好了 大家早集 最高分兩隻52分馬 有一隻是美麗歡聲 Atomic Beauty 不知道是不是Beauty Inspire來的呢 What the percent 啊不是的 這是Atomic Jones來的 是Atomic Fawcett 是Atomic Jones 是長途馬來的 又享其成一檔 48分 容天盤馬房 二檔美麗歡聲 高東黎馬房 3歲PP 應該80分 三檔明月千山 34分 7歲ISG馬 我除以石馬房 四檔四歲PPG 審集成馬房 52分 五檔再有心得 52分 希斯馬房 4歲PPG 9月27日 星期二的早上 今早有兩組的重發試集 第一組是1000米 有五隻馬試 開集的時候 一對馬出集都幾快 埋蘭又響其成 中檔黃色衫名月千山 上來第二位是馬會塞爾和 旺旺神驅 中檔第三位是馬嵐入面 美麗歡聲 近鏡是綠色衫黃袖 是在有心得 暫時殿後 又響其成 頭隔尾都是三四個馬位之間 剛剛過了600米斷柱 前面是內蘭領放 是明月千山 中檔第二位 旺旺神驅 在有心得 這馬都有點厚 逐步追上來 後面落後了四五個馬位 美麗歡聲 又響其成 最後300多米到終點 幾隻馬都在鬥 中檔旺旺旺神驅 在有心得 入面是明月千山 後面又有一對 又響其成 過了美麗歡聲 終點在忙 旺旺神驅的走勢較為輕鬆 透出了贏 在有心得 明月千山也很接近 結果明月千山 跑了第二 在有心得是第三 又響其成是第四 包美美麗歡聲 這組集聽得很辛苦 不知道是否分開六條片 自己用電話錄 很散 好像WhatsApp Vchat 錄音 又響其成 回到來 重規重矩 但時間不快 這組是 是不差的 旺旺神驅有 一些速度 不差 8.75 再有心得 8.5 可以更好 這部集 我覺得最低分 就是明月千山 是最好的 旺旺神驅留意進度 這是Diffel仔 看樣子也不是很小 所以希望會繼續進步 好了 看完第一組 看完最後一組 第二組 來到第二組集 很高分 每個都超過100分 最高分 飛輪閃耀 119分 時間1分42秒01 算是正常偏慢 飛輪閃耀 119分 6歲pp 沈納城馬房 二檔 Dobab先生 109分 5歲pp 方家拍馬房 之前試襲追得很厲害 時事有餘 105分 7歲pp 方家拍馬房 四檔 沈納城馬房 另外一隻 104分的勇猛神驅 7歲pp 最後是Dobab先生 看看他們試得如何 繼續來到第二組試襲 這一組是全部高分馬 四隻馬試的1600米的草地 準備 在這一步 看到灰馬的Dobab先生 出襲還是慢一點 他經常有這樣的習慣 現在先在包尾位置 前面最快是飛輪閃耀 出來放 他也是順勢上前 沒有特別騎 總有一隻馬帶 他就放 步速也是慢 守住第二位 時事有餘 飛輪閃耀 第三位是勇猛神驅 暫時電後出襲 論盡一點 多巴先生 這隻馬上一集 都追得很厲害 過了1200米的段柱 前面 飛輪閃耀佔佔了三個馬位 單騎領防 分裂二三位 埋蘭勇猛神驅 中蕩時時有餘 包尾就是多巴先生 步速都是偏慢一點的 前面是次序不變的 飛輪閃耀佔了 二三位 勇猛神驅 和時事有餘 在包尾位置 繼續有多巴先生 貼籃 準備移出中檔 去到彎的中段 飛輪閃耀佔了很輕鬆 佔了一個多身位 勇猛神驅 和時事有餘 稍為逼近 多巴先生 繼續在貼籃包尾位置 去到彎尾 將近入直路 飛輪閃耀就開始加快步伐 中檔位置有勇猛神驅 中檔時事有餘 都開始比兩步 多巴先生逐步從內蘭 移出中檔望空 最後三百米左右到終點 飛輪閃耀佔了 勇猛神驅上來逼迫他 多巴先生見到騎士 拿了第二 勇猛神驅第三 時事有餘 最終的 我想這課集簡單一點 因為28秒7 25秒4 4秒7 23秒2 最後兩段跳了47秒9 接近48秒 均速回來了 最後是快一點 時事有餘 試得最不好 不給評分 勇猛神驅第三名 但見到他的右前腳 打不開 所以8.5 飛輪斯頂著內蘭輕鬆鬆回來 但也很明顯不是最好的時候 我想他還要 撻到貨集 或者會不會用10月16日 二級賽來做熱身 他8.75 多巴先生之前已經配合了很久 但始終沒有壓力的試襲 而且他最後一段上來 好像進步了一點 所以看看今年會不會好一點 九分水準 貴尾一些二千四 要留意一下他 不過應該未必夠外隊馬跑 看看香港能不能夠 再突破評分 可以再贏到馬 好了 看完了兩組的重化集 就要準備做香港的十二組集 稍後再見 拜拜